敢抓我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人间诗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囚徒对这个小丑啊 那么这一把的话我们看到了 哦哦雕像那么已经看到小丑啊 这个刷脸的话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咱们可以连来电啊 那么这边连一下 哦呦发现连错电了 那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看一下电机 但是感觉哦 他已经装垃圾 他装过垃圾之后 然后瞬间已经突过来 那么他肯定去掉进一波垃圾 然后咱们再埋伏在这里 趁他一个不注意 咱们找机会就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人间诗格 来了 咱们打个响指 那么小丑直接断句子 断句子 咱们翻了窗户 翻完窗户 哦呦小丑 想把我这个架的 在里面直接装拉起 那没关系 咱们就摸一下这个摸一下这个电机啊 然后这样的话人间诗格 哇这个条式把我们扛一刀 扛到之后 然后咱们再吸一下这个电 吸完电之后 咱们就继续翻这个窗户 咱们准备修机啊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把这个不需要的监管者啊 可以丢给这样队友啊 那么这个条式的话 也会非常感谢我 那条式的话 也是进行了一波反击啊 反弹啊 那么把这个小丑反弹给我 那么这时咱们赶快跑 哦呦 这个时候的话 这波非常非常危险啊 他怕我电 但是我们这边就绕这个磁场 因为这边的话 已经来不及翻窗户 他的巨择是非常非常快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闪现就好了 这一波其实说实话 应该是要秒倒了啊 但是这边的话 小丑给机会了啊 那么我们先拉走 因为这边的话 前面就闪闪现时间啊 咱们盖个板子 咱们先预判他闪现 但这边的话 他可能是他瘫了啊 那么咱们不找机会 哦呦 这种你也敢过来吗 小丑啊 那这一波的话 他是想这个省这个闪现 但是哎 那么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机会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就可以翻窗户了啊 那么这句话 就是一个翻窗加速 咱们咱们直接拉点啊 就是看他敢不敢 他才敢贪 那么咱们就有机会 然后这一波的话 咱们去摸窗户是可以的 但是啊 他闪现好 他肯定要聚闪现啊 他这边这个距离 可能聚不到我 他只有闪现 咱们变一下 直接聚去人间四哥啊 弹出来 弹出来 然后咱们去双五呢 咱们直接不摸 因为这个距离的话 完全是够的啊 然后再一个六秒距 哎呦 但是不好意思 哎呦 我已经跑了 然后咱们去这个 叫废区啊 废区的话 这边两个长板 那么他的话是抓不到我 他又继续装垃圾 他现在感觉很难受啊 但是没关系 我马上的话 会给他一个小奖励啊 因为这边的话 我感觉就是他要杀别 那么我很害怕啊 很害怕他这个 这个不追我 那么咱们不着急 咱们这部的话 其实说实话 一般来讲是死不了的啊 咱们这话盖板是盖慢了 大家不要学我 这部的话 我主要是想勾引一下鬼啊 将把它勾引回来 但是这边的话 盖板盖慢了啊 不然正常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区域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话 两个板子盖下来啊 是不可能会被打死的啊 就是不可能被打死 所以说这边的话 就是说 给机会了 但是没有关系 电机动画已经够压好了 那么哎 没关系 我们先给他一点小点头 等一会再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绝望啊 然后这边的话 队友先正常救啊 然后这把的话 没有这个啊 没有救人位 那么就看条是如何去搏弱 条是直接坐椅子 哇 小丑彻底忍忍小丑 能忍吗小丑 呦呦呦呦呦 这看谁真的耐得住性子 哎呦 你俩干嘛在我脸上 哎呦 他实在忍不住砍 砍了说哎呦 打我一刀 但是这边的话 电没有交啊 因为这边感觉 条是给我扛 那么给我扛 没有给我扛的话 那没关系 那么我们先翻窗 我先跑掉啊 跑完之后 这一波的话 其实是出现一个失误 因为感觉 就是没想到 他已经二阶 他我以为他要打我出二阶 没想到他拒我 那么电他一下 但这边电的话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了 然后由于一字强的话 已经有人在修机 所以说我们再迂回回来啊 这个电的话 其实有点亏 我们可以留一下 但是没有关系啊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防止 他出二阶 但是他没想到 他已经出二阶了 确实啊 这边的话 计算还是时间出这个失误了 年纪大了 哎呀 实在不行 那么这句话 小女孩来了 哎呦 看小女孩 哎呦 看小女孩 不意 哎呦 这边的话 但是电机已经压好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不怕 如果说被震慑的话 记住一只扯就行了 那么赶快跑 哎呦 这边的话 牛黄布 哎呦 这边哎呦 这边 哎呦 想做动作 但是这边的话 发现都没有做动作 那么赶快 没关系 我们这边的话 自己一人绕一圈啊 不着急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大门 再点门 那么小组的话 是没有一刀斩 那么没关系 我们慢慢慢慢走 走啊走 然后这边的话 废墟上二楼 他这边的话 肯定有个无限距啊 那么这边的话 肯定很具有 但是没关系 我们看听这个脚步声 然后我们直接 从这个二楼 跳下去就行了 然后需要我们队友 扛到快 I need help Come on Come on 我的队友来吧 来完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过来 哎这边的话 再一个弹板加速 接下他一下 然后看我们找机会 喂喂 这边的话 直接帮我弹走 哎呦 那这边的话 轻松是否 不然的话 我们还想 变记一下小丑 哎呦 太可惜了哦 好 喜欢这边的话 可以帮我点点赞哦 谢谢你们